联发红色预警 高温天气创新高 今天一到头就这么热 太阳晒得屁股升等 天太夜了 我们也是拿两瓶水喝喝 爱心驿站 免费饮品纷纷上线 保护户外劳动者 高温来袭 应对有何良策 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主持人张琳 今天我们节目来关注 高温下的劳动者 今天是小暑节气 小暑标志着我国 大部分地区进入了炎热季节 最近几天 我们国家很多地区的 最高气温都接近 甚至是超过了40摄氏度 而在这样的酷热天气之下 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动者 仍然在坚守岗位 持续的高温天气 会对我们的经济生活 带来哪些影响 建筑 环卫 快递 外卖等户外工作者 如何做好防护 避免伤害 切实保障高温下 劳动者的权益 还应该有哪些清凉的举措 维要这些话题 今晚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来给大家介绍 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教授魏祥 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 高温热浪之下 一线劳动者的坚守 和各地的防暑降温措施 都有哪些 6号 北京市的最高气温 再次超过了40摄氏度 北京市气象台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这也是半个月内 北京发布的 第二个高温红色预警 从今年的6月1号至7月5号 北京的南郊观象台 测得35摄氏度 及以上高温日数为18天 为1951年建站以来 历史同期最多 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 高温红色预警 邯郸市部分地区气温 可达43摄氏度 在邯郸城安县 刚刚上午9点 滚滚热浪就已经扑灭而来 上班的市民全副武装 利用各种装备 将自己包裹严实 今天一倒倒就这么热 太阳晒得皮肤生凳 为了帮助一线劳动者应对高温热浪 各地的防暑降温措施也纷纷上线 在浙江里安万华广场边 这台去年因为一场慢直播 引发全国各地网友关注的爱心冰箱 今年又按时出摊了 冰箱里放满了冰镇的矿泉水 饮料 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 以及其他有需要的人 都可免费拿取 谢谢很凉 清凉一下 多点四点多都起来 这个水挺好喝的 天太夜了 我们也是拿两瓶水喝个 在山东省德州市林毅县的街头 设置了23处爱心驿站 为户外工作群体 免费提供饮用水 冷饮 防暑急救等防暑降温物品 同时还免费提供手机充电器 打气筒等应急用品 在位于绵阳市紫铜县境内的 铜江河特大桥26号吨顶部 工人们正在进行挂篮拆除 和预应力张拉 全力推进铜江河特大桥 连续粮施工 单位上给我们提供了矿泉水 另外的话还提供了装油 霍箱蒸汽水 清凉油 风油精的清凉包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 今年以来我国高温日数 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我们在北京其实也是深有体会的 别说白天了 其实就连咱们晚上10点多下班出去 可能有超过30度的这样一个温度 那这样的天气 其实对于白天要从事户外工作的 劳动者来说是尤为考验的 对 实际上我们看到 高温给我们带来了 其实我认为有两个冲击 一个是主观方面的 高温来了以后 可能大家的情绪 包括我们平时的工作节律 都会发生变化 再一个确实是客观方面的 就是不管我们的主观 如何去应对它 那么高温确实会对我们的 在非高温下的工作产生影响 我最近看了一个研究 就是美国人做的 2017年他们就对德克萨斯州 所有的矿区 当时可能会在德克萨斯州 有高温天气 还有非高温天气 那么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以后 就会发现 只要气温上的37度以上 设施37度以上 它的工商的赔偿率会上升8%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只要高温来了以后 不管我们主观怎么去应对 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方法 他们也会采取一些 防暑降温的方法 但是它对我们带来的 客观的伤害 实际上我认为 是我们难以避免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主观上 要去防范它 但是客观上可能要注意 我们还是要做调整 你比如说能不能 我们早一点来上班 太阳还没有特别毒辣的时候 我们早点来上班 我们早一点回去 然后我们也可以晚点来上班 我们晚一点回去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能 不光要在一些措施上 防土降温的措施上 比如说给不同的人 不发免费的降温的物品 实际上我觉得 从劳动的制度上 它的这些客观伤害 把它降到最低 对 受到这些影响 刘老师有哪些观察 就是这样的高温天气 对于劳动者带来的 直接伤害都有哪些 大家天气热了以后 都是容易中暑 其实中暑它不是一个 医学上的一个病的描述 因为其实在职业病里面 专门有一个名称叫热射病 那么这个热射病是要命的 是要死人的 那么可能现在我们也 偶尔会听到一些个案 比如说北京有一位导游 就因为热射病 他是在上午的10点到12点的 非常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 他在户外进行导游 而且导游工作 他有比较强的工作强度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给别人讲 可能也非常境界 那么这样讲的话 可能就忽视了防晒和休息 那么最后回到大巴车上以后 最后诊断是因为热射病死亡 那么这个比例 就是我们感觉是很小的个例 但是我查了一下数据的话 就是热射病职业病的 那么数据的话也挺吓人的 那么有一个中国疾控中心的 在2013年到2017年这四年的时间 在上海有一个调查 那么在有533例的热射病 就是最后诊断为中暑的很多了 诊断为热射病的533例 其中有115例死亡 五分之一了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这可能就是说 这个有些是媒体 或者是我们通过互联网 我们看到了 我们听到了 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 就是没听到没看到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它作为一个职业病 所以的话最近 这个疾控中心的话 专门又发了一个防止防暑降温 就是防这个职业病的 这样的一个通知 那么也就是说 各个要求各个用人单位的话 一定要重视起来 因为之前的话可能很多的 你比如说建筑工地 煤矿 这些地方它相对而言 因为历史的原因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 防暑降温的这样的一些规则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太阳 或者它通过调整工作时间 它可以规避掉 最热的那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新的社会环境 就是有很多工作 它没有办法去规避掉 这样的一个最热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的外卖小哥 外卖小哥 我们的快递员 快递员 这是非常明显的导游 对吧 对 那么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 它长时间暴露在室外 而且越在这个时候 它可能劳动强度还越高 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出门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点外卖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是无论是用人单位也好 劳动者自己也好 一定要高度重视 由于气温高 所以导致的这样的一种职业病 这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 这样的一种病 而且其实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是因为今年的高温 相比以往来说 是来得更早 来得更猛了 我想大家都有感受 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之下 除了您刚才 包括刘高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工作时间的调节之外 我们的劳动者 还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实际上我觉得不光是劳动者 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些区分 你比如说有一项研究 它研究得非常的细 就是说如果突发的高温来了以后 我们有一些是干燥地区 比如咱们北京就是干燥地区 那么还有一些地区 它是相对湿润的地区 那么这项研究它就发现 如果突发的高温来了以后 那么对干燥地区的经济影响 和人的健康影响 都会更加的严重一些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有时候 可能会出台政策 防止降温政策 但是实际上不同的地区 它还应该配套 出台自己的一些相应的政策 你比如我觉得这一次 北方的高温 实际上就跟这个研究 非常的契合是什么呢 我们北方是比较干燥的地区 如果再碰上高温 很有可能我们通常的一些 防止降温的方法 不一定管用 比如说南方它们长期的 这种高温 而且它相对湿润 对吧 它的一些防土降温的一些方式 而且可能就是适应能力 更强一些 适应能力更强 我们这一次 我们也可能深有体会 大家这一次的情绪 也是这么反映的 说我们北方 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对吧 避暑山庄都不避暑了 也别说什么别的山庄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政策上 在措施上 这一次也提醒我们 我们未来的调控的政策 防范的政策 可能要更压的 营地之一一些 除了政策方面 刘老师因为刚才特别提到了一些 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的这些劳动者 其实我们有数据也看到 像外卖快递人员的从业者 是有八千多万人的 这么一个庞大的规模 现在其实各个城市 也是有一些爱心举措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给出一些 更加具体的一些建议 我们这些户外工作者 如何做好自己的防护 来避免高温伤害 对 就是这个劳动的环境 其实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以前的户外劳动的话 主要是建筑工地 矿山等等 这样的一些重体力劳动者 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由于我们的经济的 大家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样就是 以前制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 可能就和现在的 我们现实当中的这种劳动的环境 它发生了一个 不相适应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的防守降温管理条例 是在2012年修订的 也就是十多年前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回忆一下 就是外卖小额和快递员 这个工作还是很少的 甚至是没有的 那么在这之前 这个条例最早是1960年制定的 在2012年进行了修订 那么这样的有了一个变化 那可能就是 它不能够完全覆盖 现在的这种劳动环境 你比如说 以前的话 在这个条例里头 定的是在40度以上 是停止劳动 失败劳动的 但是你现在的话 比如说快递小购和外卖的话 40度以上 它不可能停止 因为有单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那可能是不是在劳动法规上面 应该有其他的一种规定 那可能比如说 你在一次劳动 这个送外卖之间的这种间隙 是不是要求平台 必须在派单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问题 要考虑问题 你不能 因为这个时候呢 就是越是在这个单子多的时候 大家的劳动热情越高 越愿意多跑单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呢 就忽略了 忽略了自身的问题 就是有的呢 他可能 你像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导游 就两个小时 那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呢 没感受的 而且它是 不是说当在室外的时候 直接晕在那个地方 而是说回到休息的地方 回到车上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并发了 他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个危害 所以他自己对于劳动者 自己来说这个体感 他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平台 如果我们这个进一步 修订我们的法律 那么我们要求在某一类的这个劳动 因为以前到十多年前的 恐怕大部分劳动的场景 都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重体力劳动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条例是吧 是要跟上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一轮的高温呢 我们看到是从6月20号以来啊 尤其是北方多地的气温 都在迅速的攀升 那么大家关注的就是 今年的天气 为什么会热的这么早 温度会这么高呢 而如此罕见的高温 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受伤呢 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据专家介绍 对于华北地区来说 通常雨季前的6月至7月初 更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从北方的城市来看 国家企业中心一季 在7月上行和7月中行 在华北 华东等地 还会有两次明显的高温过程 面对高温天气 医务人员也提醒 需警惕热射病 一般来说热射病分为两种 一种是经典型的热射病 一种是劳力型的热射病 那么劳力型的热射病 往往发生在哪一些人身上呢 那种长时间在户外 就是说高长度工作的 比如说环卫工人 或者是警察这种 还有工地上工作的 还有一种经典型的 是发生在老人跟小孩子身上 多建一点 热射病属于重度重暑 在高温 高湿度 不通风的环境中 更容易发生热射病 人体核心温度超过40摄氏度 时间越久 脏气受损的程度就越重 医生提醒 在炎热的夏季 应该尽量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段 进行户外作业 同时要及时补充水分 做好降温防晒工作 如果说你发现身边的人 出现这种情况了 打120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你给它放到阴凉的地方去 然后第三条就是用冷水擦拭 尽快地把它的温度给降下来 尽可能在半个小时以内 把它的体温降到39度以下 我们根据现有的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 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 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 用人单位全天安排 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的时间 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 而目前我们看到 像重庆 广东等地 也是先后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 提出了相关的要求 那接下来我想咱们再来具体说一说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刚才两位也提到了 其实企业平台都肩负着一定的责任 那我们如何督促我们的企业平台 去切实落实好这些要求 保障好我们劳动者的权益 其实我们看到企业如果它要是 花力气 花精力来进行防守降温 来督促企业来做好保护 劳动者的这种高温下的权利保护 实际上它是有成本的我们知道 没错 比如说它必须要减少工作时间 对吧 或者它可能要增加备用的人手 包括降温的设备 对 降温的设备都知道投入 如果它要这种投入 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吧 如果这个企业主他明白了 它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就能够很好地去督促它 包括刘老师刚才讲的 上技术的手段 让它在算法上改进 当然算法改进也有成本的投入 实际上我们今年2023年 咱们碰上了高温 但是国际上实际上很多地方 也碰上了一些突发的天气 高温的天气 你比如说2023年 美国的蒙大拉州立大学有一帮研究人员 他们就对46个国家 然后9000多名从事高温下的活动的人 做了调查研究 发现一个很重要的 可能企业主或者企业家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们就会有动力来改善 来投入这个 他们发现什么呢 第一 如果高温超过了37度 即便是室内工作的这些人 他们的工作质量最少会下降13.6% 第二就是说 这些人不光他们的工作质量下降 他们的偷懒程度还会增加 情绪会降低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他们怎么来偷懒呢 他们会把精力挪在哪些工作上 就是更容易被监督者监督那些工作上 那么在监督者不监督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由于高温带来的懈怠 他们就会偷懒 也可能会埋下隐患 埋下隐患 特别是一些 比如说咱们快递小哥 他如果没有算法监督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分散精力 会出现安全 所以说从这些 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认识到 劳动保护 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 也是对自己的保护 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 他可能更愿意去投入 同时 主动去投入 我想这些研究 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依据 更为这些企业家提供了动力 没错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企业也好 现在我们的平台经济也好 我们不仅要算一本经济账 你要算社会的大账 对 我们刚才讨论的更多的是 在劳动岗位上 户外劳动 其实现在的这种高温的话 它对于人的这种危害 对于经济的危害 已经不仅仅需局限于 对劳动者的这种伤害了 因为很多案例出现 我看到有个资料 就是在大城市里面 那么由于热射病死亡的 我刚才讲过了 有很多的体力劳动者 还有一类人的话 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是什么 就独居老人 独居老人在整个热射病里面的 死亡率非常高 占的比非常大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自己在家里头 很多老人那个观念上不舍得开空调 然后温度已经很高了 然后他这个时候可能就由于 反应也迟钝 反应也迟钝 由于热射病以后得了以后 他也可能无力去求救 家里头人也不知道 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 出去也有这些 把自己的孩子还有宠物 落到了停车场的阳光下面 那么这个时候 一旦发现了以后 这个最后发现已经造成悲剧 这样的案例也不少 所以就是说 对于这个极端高温 现在今年的话 这个二宁诺现象 看样子是肯定了 是吧 所以这种极端的高温天系 可能真的是会增加 那么由于我们的这种 生活环境的这样的变化 开车的越来越多 然后还有是这种其他的 所以的话可能就是说 我们以前认为的那种 夏天天热了的话 多喝点绿豆汤 然后多去纳凉一下 可能这个就不仅仅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做法能解决 可能就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这个企业在工作上面的话 需要重视 那么个人也需要政治 然后相关的管理部门 也需要再进一步的重视 其实我觉得对科技 可能也是一种促进 没错 好 谢谢两位嘉宾 广告之后 欢迎您回来听主播收听 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当前高温热浪席卷北半球 全球多地接连刷新了高温记录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 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频次更多 范围更广 强度更强 在高温下 那些默默坚守的劳动者 值得我们崇敬 那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 很多地方现在都展开了 送清凉的爱心活动 除此之外 我们更希望高温下的劳动者 能够得到更多的权益保障 让清凉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